大家好 我是余光影像工作室的攝影師陳坤霖 平常的工作室在於拍攝商品、人像、空間等商業攝影的部分 然後我今天是想要介紹這一台DJI Pocket 2 是一台我覺得我使用一年多下來覺得還是很滿意的一台錄影機 因為它自己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第三代可能也快出了 但我還是想要介紹一下 因為如果你平常是有在尋找一台可以記錄生活 又可以兼具畫面的質感跟品質的一台錄影機 我覺得這一台是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我會推薦它的原因是在於說 我自己在平常旅遊甚至是記錄工作的幕後花絮 我都很仰賴這一台 因為它平常就可以放在小包包或者是放在口袋 就可以馬上帶出去使用 也不會佔用到我相機包的空間 因為它本身就是有機械式雲台的防震 所以可以拍出很滑順的效果 跟手機最大的差異在這邊 雖然像現在的GoPro還有DJI自己出的Action 2 他們本身運動相機的電子防震也做得非常厲害 可是跟機械式的比還是有差 我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它裡面的一些配件 因為我是買全能套裝 然後這是它本身的大小就是這麼小 跟手機相比你看 它還小了手機一小截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方便 然後這個就是它附贈的全能手柄 全能手柄我個人是覺得一定要買 因為它裝上去之後 它可以快速的跟我們的手機APP做連接 也有可以馬上跟我們的麥克風做連接 然後因為它平常裝上去的話 它的長度我覺得更舒適 所以我平常其實是把它裝上去的 它握起來的舒適度我覺得更好 再來的話是它很貼心的一點 它的線是複製症雙頭的 所以我一次就可以充我的相機本身 還有麥克風 然後再來一點是說 它的DJI的收納我一直都覺得很不錯 它總是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收納最多東西 像是我們這個只要卡進去 就不怕它的雲台被撞到什麼 就可以放進口袋放進包包 還有它把我們裡面的配件全部藏在這個收納盒裡面 像是手機的轉接啊 Type-C的轉接都藏在裡面 它其實裡面還可以藏一個廣角鏡 但是因為它這個缺點就是說 我這樣子時常去拿的時候 廣角鏡就會不小心掉下來 所以我還沒使用過廣角鏡它就不見了 這個可能就是大家之後買要注意的地方 它這個卡榫容易掉 好我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台DJI Park E2總共有四種雲台模式 包含第一種是默韌真吻模式 默韌真吻模式我覺得是最常使用的 它可以使用在大多數的場景 因為它的橫滾軸是屬於維持水平 但是撫養軸會隨著我們的手去擺動 所以說我覺得它是大多數都可以使用的地方 再來我們介紹第二個模式是屬於 撫養鎖定模式 撫養鎖定模式顧名思義它就是 撫養軸被鎖定然後橫滾軸也是維持水平 它比較適合拍攝一些需要平移 或者是風景類的主題 再來第三種模式是屬於FPV模式 FPV模式的話它就是 鏡頭會隨著機身去擺動 所以我的手只要有轉動 它的鏡頭也會跟著轉動 但因為這樣的轉動 所以它的畫面會破水平 可是破水平的話反而可以去拍攝一些 更有創意的畫面 再來第四個模式 第四個模式比較特殊 比如我們是要長按這個模式鍵 它就會跳出一個鎖定 這個模式叫做完全鎖定模式 當你跑到完全鎖定模式的時候 它的畫面就不再受到你的手影響 就會固定在同一個畫面 這個是適合前進移動時拍攝 我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幾種 就是DJI常見的顏色模式 包含最簡單的就是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生活上啊 或者是旅遊啊 我們可以拍了 不用經過調色就可以直接去做剪輯的動作 相較之下也是最快速最方便的一個模式 這一台的話除了普通模式以外 還可以選擇DC Line模式 DC Line模式拍出來的畫面會比較灰 但它的灰度是介於普通模式跟Dlog模式之間 它的用意主要是方便我們後期做調色的動作 包含像是我可能平常一支出遊影片啊 我會有一些搭配單眼啊 搭配這個Pocket Tool 然後搭配空拍機等等的 不同器材在一起的片段 如果加在一起的話 我們拍攝這個稍微比較灰的畫面 其實會更方便我們後期做調色 但因為調色這件事我覺得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風格 去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不同機器之下 顏色的風格或者是色溫準確度 要越接近越好 再來的話我會介紹Dlog模式 Dlog模式通常是屬於 比較稍微高階一點的器材才會有 所以這一台DJI Pocket Tool 其實是沒有Dlog模式的 以下出現的畫面就是我之前使用 Murfi 2 Pro拍攝的10bit Dlog模式 有拍攝前拍攝後的一些 顏色的調色比較給各位參考 然後我現在來總結一下 我這段時間所使用的心得 我總共有整理出五大優點 包含第一個優點 除了它輕巧可以放在口袋 放在小包包 方便使用外我覺得是它可以單手就可以拍攝 單手拍攝這件事完全是為了Vlog而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它最大的優點之一 第二個優點是說它雖然主機裡面的畫面比較小 可是我覺得它滑起來非常順手 而且它裡面菜單的設計也非常直覺 馬上就可以上手 第三個優點是說它裝上全燈手柄之後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它連接到手機的APP 或者是平板APP非常的快速 還有它連接到我們的麥克風也是很快就可以連接到 這有點嚇到我 因為它可以快速的連接到我們的手機 所以我們拍攝的素材可以馬上在手機做查看啊 然後下載啊 甚至把手機當作另一個監看畫面也是OK的 再來第四個的話是說 它相較於運動相機外 它可以有一個兩倍的變焦功能 這個也是我自己個人很常用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第五個優點也是我最常使用的功能就是縮時攝影 因為它是一個機械式雲台相機 所以它的縮時攝影是可以拍出移動式的縮時攝影 我最常使用它的原因是因為它可以拍出非常有趣的畫面 然後我也常常拿來使用它拍攝我的工作人物或花絮影片等等 以上這就是我整理的五個優點 就是我這一年下來的使用心得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有想要聽的主題也幫我在下方留言 謝謝